再來是轉盤的控制器 轉盤控制器跟藍色的溫控攪拌器很像 所以這裡可以設定時間 就是針對這個區塊做設定 那這個設定時間主要是針對轉盤的總轉速時間 那我們現在設定就是 99 然後這裡有一個旋轉的速度 我們一樣也可以調整 調整好之後我們就按 啟動 這時候呢 轉盤就會旋轉 如果說溫控攪拌器壞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轉盤的方式去做計時 所以可以設定時間 假設設定10分鐘之後 我們就開始啟動 它就會從10開始倒數 然後關閉就是按OFF 那當它下次再啟動的時候 它又會從10開始做倒數的方式 的計算 可以用架這個問題 請不要打算 我們下次再啟動 所以都要抵動